那我们现在说话的前年 河南南阳这一带来福斯的 一位 一百一十二岁 海鲜法斯 这在大陆上都知道 一百一十二岁 在近代 年岁最高的一位 那这个人怎么样 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出生在佛教家庭 父母都修复 很有想跟 二十出头就发心出家了 师父 只教他一句 南无阿彪陀佛 没有修过经教 那夜深 都是住在小庙 就是一句符号 看他的样子 他确实非常像一个农民 每一天在稻田里面工作 因为小庙都在乡下 乡下荒地很多 他开垦 他种粮食 种蔬菜 自洁自主 九十年如一日 没有改变的 夜深 没有做过经餐佛斯 没有做过法会 他只知道自己天天做苦工 不妨碍念这句话好 做工作 佛号不间断 这一句佛号他念了九十年 一百一十二岁 王神 欲知识知 王神的前一天 还在田里头干活 到天黑了 有些人看老人家年岁太大了 还在这么辛苦干活 现在休息吧 他告诉别人 明天我就不干了 别人听了也没回到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 我双关于他明天走了 他往生了 真的不干了 放下了 多自在啊 夜深 没有人照顾他 自己照顾自己 他一天吃一餐饭 自己烧饭 告诉别人 夜深 吃的是苦 穿的是补 穿的衣服都是补丁 告诉人 他一生是以戒为私 以苦为私 人家问他 身体为什么那么好 你怎么保养的 吃戒 告诉人吃戒 吃苦 我看到他的一身行义 非常佩服 我认为 这是我们末法 释迦牟尼佛 往后末法九千年 修行 正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正骨 最好的朋友 这两句话 是释迦牟尼佛 涅槃之前 所说的 阿难尊者 其境 佛在世 我们以佛为私 佛不在世 我们以谁为老死 佛说了这两句话 以戒为死 以苦为死 那一个修行人 真正想处理 六大轮回 不能持戒 不能持苦 你做不到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超越六大轮回 那六大轮回 不是那么容易出去的 只要有丝毫留念 有丝毫分别执着 就去不了 一定要 一定要 彻底 放下 现在这个时代 善知识 没有了 找不到了 像海贤这样的人 大善知识 但是他活在世间 你看不出 你不知道 他是善知识 你认为他很愚痴 他什么都不知道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他什么都不会 真善知识 真善知识 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年轻时候 跟李炳南老爵士 学进教 老师就给我讲过几次 告诉我 有一些寺庙里头 会看到 这些乡下 念佛人 阿公阿婆 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 但是你细心观察 他非常慈祥 慈悲 你跟他说什么话 他会给你点头 跟你笑 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好像他什么话都不会讲 就会讲这句话 阿弥陀佛说 这种人 决定不能够侵漫 阿弥陀佛之外 一项专专业 他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这些人不如他 李老师自己说 我很想学他们 学不像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些人里头 有没有一心无乱的 肯定有 有没有这三妹的 肯定有 他们不信神通 他们不要明文理 就做一个老老实实 这个样子给你看 你要想成福 你要想往生 你要想这三妹 就用他这个方法 住的那个小庙 那个小庙没有我们这个房子的 他有这样殊胜的成就 为别人所羡慕的 就是年岁大 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每一天还到田里面去工作 种那些古墓树 他爬到树上面去 则古墓 古石 一百一百一十二岁的人 不是年轻啊 年轻人干的事情 他一样照干 所以别人看到他 是这样的人 看起来好像是 如此 真有智慧 真有定功 他不为外面境界 所动摇 虽然说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上 他什么都清楚 什么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敬请许多久